你猫有像冲过的? 冲了吗? 冲了这个木是不是寄生? 寄生是不是被冲了? 那冰河是不是生土? 对啊,那冰河 但是这里面有个效果,就是有和心,是不是通了? 什么有心? 猫有冲了,把这冲没了,怎么又通了呢? 这猫出过有猫? 当然能了 还有一个像,三个未土埋金 三个未土埋金,你怎么理解? 三个未土埋金,猫有又通 他就是寄生不幼稚了吗? 那个寄生幼稚了吗? 对吧? 心间世界是寄生的 他生死了 那有金怎么能 大运也在这边走啊? 怎么能啥吧? 在大运里都有自行 咱们大运来讲 不管大运来讲 咱们这个有金 有金盖头部的 丁火盖不盖头就有金 就是从榴莲来讲 这个有金很多次制它 毛有又冲 是吧? 三个未土又何科 又埋它 三个未土又三个火 害科金 你怎么能说这个金来就是心筋的根呢? 那不可能的事 就是不细 不管冲一不冲 它的根器能冲完吗? 什么呀? 这根能冲 有金能让毛不冲吗? 当然了 未生生有不生? 未生有 三个未生有吗? 写的有生之效没有? 没有 可以这么讲没有 未土里的火是科金的 这个土是不生那个有金的 有金科木不科? 有金科啊 可以吗? 木在这个未院有力量没有? 是 你得总看啊 有力量啊 未土是金旺的 你看看土多少 如果有这一个土没问题 金埋不了 它整个来讲是个土市 土城市埋金的 一个金来了它也埋 你别因为金来了它就生旺了 不弄事 你就因为它来了有根了 有根了就生水了 再说这个水它根本没有 没有发生它 怎么能生呢? 一点根都没有啊 但是好在哪儿 你还忘了一个借口 在于毛木的时候 毛木是鬼水的这个掌声 但是这个掌声不起作用 这个掌声可能不起作用 它不起作用 那掌声不起作用 这个汗水受质量这个时候 汗毛呀 汗毛为三河 就不河也不行 不河也不行 不河也不行 它就三个扑壳 三个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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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是在一个河瓣 一个河瓣一个化下化下 对 这是河瓣 这是河瓣 就是一般的水平吧 它不看这个东西 它不分析这个半不半 它也不是说这个 它们都用什么 用神来了 用神来了就好 寄神来了就坏了 这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看法 这是一个平常水平 低水平的一个观点 对 平常水平就这么看 对 你看那挂他人的 老头他也在 寄神来了也好 用神来了就好 寄神来了就不好 不对啊 寄神要治了就是好事 对 对 用神来治了也不是好事 对 你不能那么看 你一看石 这个土石非常旺 一个水来了也好 金来了也好 它都不起作用 它都不起作用 不管它寄神 但是如果假设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 假设现在土 是不是啊 特别旺 有土多 地面之下 但是如果出现 假设出现神经啊 或者耕生流年的话 它的运气不怎么样啊 不行 就特别北是不是啊 不行 嗯 就是有根的也不行 它在命局里 这就不起作用 嗯 你在外边可以起作用 到命局里 通过这个 如果大运流年 出现什么问题 要怎么办 化了 那就不行 它就不起作用 不但不起作用 还起坏作用 这个 这个吧 它什么呢 你像害水来了吧 害水来了 如果生 从哥来讲 从哥来讲 从土来讲 害水来了得害水 你别看是技术 是啊 得害水 你那个观点 身衰 身衰延后了 害水来了呢 是它的印 得印的帮助 也是好事 嗯 这两个观点 都如何到一起 那都正确 是正的道理 但是你这不对 你那么看不对 最后一下午又不对 不对在哪呢 你去看命理 看命理 你得看命理 去分析命理 你表演我半天了 就搞个不对 你懂得 害水来了 应该是用神啊 是要用神啊 用神 因为身衰啊 它的观点啊 不是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 害水来是祭神 祭神来收治德 德祭神 就这么观点 美神之 再说 你按身衰看吧 你没有一点道理 你哪有那个道理啊 身衰这个道理 没有道理呢 龟水在六月 三个胃土 还有两个胃土磕 虽然有一个神经还埋了 它怎么能 它怎么能 能啥 它不行 它比你从屋 你可以 我的观点就是从 走吧 走吧